日本眾議院選舉 二十七日進行投開票 這是自民黨派法黑金事件發酵 將岸田政權逼下臺之後 新首相石破茂在譴責聲浪中 證明實力的關鍵時刻 但自民黨和公民黨聯合政權 聲望大跌 選情低迷 目前眾議院共四百六十五席 執政聯盟控制兩百七十九席 約六成 朝日新聞民調顯示 自民黨可能失去五十席 無法單獨過半 石破內閣的支持率是二零零六年以來倒數第二 那麼石破茂有可能因為眾院改選慘敗 成為日本史上最短命首相嗎 其實機率不高 根據日媒分析 日本很難實現政黨輪替 因為在野黨選情更糟糕 主要是多數選民不相信在野黨中 任何政黨具備執政能力 且在野黨數量多 又意見分歧 沒有辦法團結和執政黨對決 而石破茂立下的勝負縣是執政聯盟過半 二十七日開票如果無法達標 首先對內會被究責 恐怕面臨黨內逼宮 對外必須盡快再找一個政黨 形成三頭馬車聯合政府 但對根基都還沒紮穩的石破政權來說 真的是難上加難